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在波兰 白俄罗斯和立陶宛之间 与俄罗斯本土毫不相连 然而在非洲大地上也有这么一块非地 不仅是本国的经济中心 还稍待把邻国差点挤兑成了内陆国 这片地区就是安哥拉的卡宾达 非洲殖民地独立浪潮开始之后 法属刚果和比属刚果分别无力 就是如今的刚果 不合刚果 今 但很少有人知道 其实还有一个面积不大的普属刚果 古时候刚果和流域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刚果王国 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意刚果河 而上逐渐控制了河西河河东的大片土地 这便是两个刚果的前身 而在海洋上驰骋了数百年的葡萄牙 则抢占了刚果河口的卡宾达 但这两块殖民地之间 却并没有任何隶属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列强的势力开始从非洲撤出 普属刚果本来打算成立卡宾达共和国 但先人一步的安哥拉 却忽然派出军队进入卡宾达 宣布其为安哥拉的一个省 卡宾达人自然各种不服 心想我和你既不是一个民族 历史上也并无关格 虽然之前被同一个老大压制 但独立后 我怎么成了你的一个省 而道理虽是这个道理 可在实际过程中军队才是资本 实力决定化与权 安哥拉面积近125万平方公里 人口2800多万 相比之下 卡宾达只有刚果河口的区区7000多平方公里 人口还不到安哥拉的1% 这账怎么打 于是心有不甘的卡宾达人 只能到连国首都金沙萨组织流氓政府 卡宾达濒临大西洋 正是因为有了卡宾达的存在 刚果津的出海口险些被毒死 很难想象这个非洲大地上 仅次于阿尔及利亚的面积第二大国 竟然只有区区37公里的海岸线 如果卡宾达和安哥拉连成一体 刚果津还真成了内陆国 论经济发展 非洲国家确实不行 但论自然资源 世界无处其有 安哥拉是石油 天然气储量具丰富的国家 而卡宾达就占到安哥拉油气出口的一半以上 卡宾达市更是安哥拉共和国的第二大城市 全国经济中心 在这种情况下 安哥拉怎么可能允许卡宾达这块飞地飞走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